大家好,我是维哥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星电影系列的第八部的故事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达到一千四 我会立即开启后续节目的更新工作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故事开始 紧接一星四的故事 由于一星繁育实验的失控 使得大量的一星逃了出去 而这些一星又通过那些被爆脸虫寄生的人类所搭乘的逃生飞船 让一星像瘟疫一样 席卷了整个人类在外星球上的殖民地 而在宇宙的一个角落 一艘叫做波罗戴尔号的殖民运输船在深空中缓慢航行 但飞船一共搭载着两万三千两百二十八名乘客 这艘飞船从地球出发 已经在宇宙中航行了十六个月 然而就在此时 飞船突然爆炸了 只有一艘逃生飞船在最后一个侥幸逃脱 而波罗戴尔号运输船就是因为船上有大量乘客感染了一星 而且情况已经失控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选择了自爆 最后只有四名船员在此次爆炸中活了下来 分别是驾驶员小美 黑人女科学家和深度昏迷的病人以及一名大兵 此时小美正要帮大兵处理伤口 可大兵突然就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可想而知她之前是受到了喝症的惊吓 小美要大兵放松 并询问大兵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大兵什么也不记得了 只知道自己在甲板上突然醒来 然后就加入到了于一行的大战中 最后只有她一人逃到了这里 这时坐在一旁的黑人女科学家说话了 她表示今天早上确实发生了一场大战 本以为建议隔离区可以控制这些异形 但可惜他们失败了 接着黑人女科学家又告诉小美 这些异形有着一个独特的复制周期 让他们可以快速的感染人类而不被察觉 小美和大兵听完立刻就紧张了起来 并要女科学家马上去检查这名昏迷不醒的病人 毕竟这名病人很有可能就是一名感染者 于是女科学家只能拿着一器开始检查 这时大兵陷入到了回忆 并表示这些异形是她从来没见过的一种生物 他们的动作非常迅速 说着说着 大兵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动 然后就开始指责起女科学家 她表示 只有这些科学家们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 而驾驶员小美听得一眼茫然 表示如果只是混战的话 那还不足以摧毁整艘飞船 这时大兵告诉小美 就是这些科学家们炸毁了整艘飞船 而此时女科学家的表情一脸的坚毅 她表示这些异形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们也别无选择 即使飞船上还有大量没有感染的人类 也不得不炸毁飞船 这时大兵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然后就指着这名昏迷不醒的病人 逼问女科学家 这名病人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了 但是女科学家并没有回答 于是士兵就抽出了刀子 准备要将这名病人给杀死 此时一旁的小美赶紧上前阻止 但此时士兵的情绪已经失控 这时科学家说话了 她表示在堂的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一行 而且一旦被感染后 机器也会受到影响 现在千万不能自相残杀 但此时士兵的情绪已经崩溃了 她直接将小美甩到了一边 接着她就准备要对这名昏迷不醒的病人下手 可就在这时 士兵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然后她就倒在了地上 身体也不停的抽搐了起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 马上就要从她的身体里出来 小美急忙上去帮忙 但是一旁的女科学家显然是见多了 她悄悄的逃到了另一个舱室 然后突然关上了门 将小美和病人留在了危险之中 此时破凶者突然从士兵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把小美吓了一跳 小美这才发现那名女科学家已经将仓室的门给关上 小美见状立即对女科学家破口大骂 但是也无济于事 她只能拿起地上的刀进行防御 并要女科学家快点开门 但显然这位女科学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开门的 毕竟她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就在这时 飞船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 剧烈的晃动了一下 而这一晃 黑人女科学家一个没站稳 就直接摔到了仓门的开关处 然后门就这样被打开了 而黑人女科学家也被卡在了门上 就在这时 飞船里突然传来了消息 一艘救援飞船发现了他们 并且马上就要与他们的飞船进行对接 而这时小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立即起身 向仓门的另一边直接冲了过去 而那位女科学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能原地趴在地上 再也站不起来了 然后破凶者突然就向这名女科学家冲了过来 最终 这名女科学家就在一声尖叫后领到了和饭 而此时的小美 已经跑到了飞船的对接口处 并在对接口的玻璃上 用鲜血写下来千万不要开门的字样 接着镜头一转 一艘星际救援舰将这只逃生飞船给捕获 然后缓慢地 将这艘逃生飞船拖进了船舱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位昏迷不醒的病人突然醒了过来 而他看向四周的一片狼藉后 又赶紧睡了过去 不过全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明显人类还是会出于好奇 将这艘逃生飞船的舱门给打开 而这就意味着 异形的感染又将重新开始 而现在的宇宙中 人类和异形的斗争正在无时无刻的上演 那么人类和异形 直接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请接着收看下一集